泰鲁閣國家公園舉辦峽谷音樂節 28號在泰鲁閣台地登場 雖然天氣不好下起正正細雨 不過還是有上千民眾撐著傘 穿著雨衣坐在草地上 細雨中來聆聽這場震撼音樂的饗宴 泰鲁閣峽谷音樂節今年邁入第21個年頭 每年邀請在地人住民族傳統歌舞團 交響樂團等表演團體演出 雖然飄著雨也阻擋不了民眾前往聆聽 今年的泰鲁閣峽谷音樂節主打節能減碳 舞台沒有被板貼目障 讓表演者跟後面山景結合 民眾可以在山景第一排觀看演出 拉近表演者跟觀眾的距離 今年泰鲁閣峽谷音樂節 我們今天主打的是節能減碳的方式 所以我們今年的舞台沒有被板 也沒有那個貼目障 那希望說能夠讓整個表演者能夠跟後面的山景風景能夠融為一體 泰鲁閣峽谷音樂節辦了20幾年來 就是原住民的一個歌舞表演 還有他們天台之音跟這個峽谷能夠以音圍繞 所以吸引了很多的聽眾不管是夏野還是晴天都會很熱意來 泰鲁閣這邊欣賞整個峽谷音樂節的表演 我們幾乎每一年都來 今年21年了 21次來了18次 那感覺很好我來第二年了 因為去年的團體很好 今年就讓我想再繼續過來 非常開心啊 然後心情放輕鬆 然後再大自然享受著美好的音樂 一定要好好花樣光伴 對 從台北過來就享受花蓮音樂節這樣 那聽的感覺怎麼樣 很喜歡 然後今天夏以來還是會來 還是會來 雖然天候不佳 仍然有近千人湧入 遊客坐在台地草皮上 聆聽這場震撼音樂的饗宴 記者秀琳香綜合報導